掌握及时资讯 开了贪整点新闻 接到机舱内有爆裂物的报案电话 经查证后确定是虚惊一场 航班在延误约四个小时之后 已经在上午的11点30分起飞 航警局高雄分局 目前正在调查这起谎报电话 来自何处 海军及海军署后天将在南方海域实施操演 国防部表示 海军届时会出动现役最大作战舰 既得急驱逐舰 侧应海巡舰艇 充分展现政府的互与决心 接下来的作为 就要看菲律宾政府是否在现实内 对中华民国政府提出善意回应 对于媒体询问 如果非国做出道歉回应 联合操演是否仍然会进行 国防部军事发言人罗绍合表示 已经完成相关规划 由于国防部是政府行政团队的一部分 将来的局势发展有不同面向 国防部会依据政府政策来执行后续的作为 立法院用会今天三读修正通过了废弃武清理法部分条文 在指定清除地区随地吐槟榔枝或槟榔渣者 应该接受四个小时的借兵班讲席 立委提案说明 目前民众在指定清除地区内随地吐槟榔枝或槟榔渣 依法只能处一千两百元以上六千元以下的罚还 不过再犯率高 无法达成教化的目的 因此今天立法院三读通过 在各指向市及县市政府的环保局指定清除地区 违反规定随地吐槟榔枝或槟榔渣者 应接受四个小时的借兵班讲席 美国职棒大联盟巴尔蒂摩基英队的台湾左头陈伟英 昨天虽然是拿下了本球季的第三胜 不过却意外地造成了肌肉拉伤 这是陈伟英将入大联盟后 首度传出了受伤的情况 经核瓷共振检查后 可能被列入15日的伤兵名单 最后检查结果将在美东时间今晚出炉 由于精英队的投手阵容本来就不稳定 陈伟英列入伤兵名单后 将时的投手调度及阵力受到严重影响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两点 我是碧玲 继续带您关心 宜兰在地新闻 东山湘兴辽西是东山河上游河系 每逢大雨就容易暴涨酿灾 宜兰县政府与水利属地河川局 民国99年起开始共同准治 如今已完成部分工程 县长林聪贤则添到太和村视察进度 强调新旧凉西过去因为上游边坡陡峭 水流湍急 到了下游河道变得狭小又蜿蜒 成为一烟水地区 如今经过准治 希望彻底解决当地水患 施工单位务必在6月训绩前完成二期工程 近来带用爱心餐掀起社会暖流 宜兰县中华国中老师黄能谦 在宜兰市找了11家带用店家 共同推出带用地图把爱心串联起来 有店家提供每份30元餐点 让需要的人前往索取 带用地图昨天出炉 预计周五便可取餐 未来将过几吉他相准 以上新闻由林碧玲编辑播报 感谢观看